這個飯好香 搭配外面的那個 補汁很鬆軟 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鰻魚 有一個就是一百年前的味道 什麼意思 然後隔壁它那個葛珂 剛打開的時候 馬上把那個肉夾起來 它吃起來像那種感覺 剛打開夾起來很燙 哈哈哈哈 嗨大家好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快閃系列 我現在人在日本長崎 因為我是搭郵輪來 所以呢我下郵輪可以逛長崎的時間 只有短短六個小時 那我們今天有跟原大大我 還有喬治哥哥跟著我們一起吃飽 我們的郵輪在這裡前面 然後其實是出關後 這裡有接駁車 大家都排隊排接駁車 可是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打算課金 長崎這邊 計程車起跳價是670塊日幣 我們第一個景點要到這一個 咖啡富士南 第一站我們花了1,050塊日元的計程車費 來到這一間咖啡富士南 可是因為它有賣早餐 聽說這一間必吃一個雞蛋蛋 你們看裡面 全都是日本人 災必人 我跟你們講 它的雞蛋三明治跟水果三明治都是第一次的 這是湯 對 很有儀式感耶 就是 牛奶 這個富士咖啡南國茶 它是昭和時期就開的老店 100多年的那種日式咖啡 好幾乎 好幾乎 可以買飲料 在台幣210塊左右 我想先吃雞蛋三明治 它的外面土質是沒有烤過的 所以它非常鬆軟 壓下去它會有點灰台 然後我原本看照片我以為它會是類似蛋米 結果它很像歐姆蛋 蛋好香 而且它有一點點芥末 就不會膩 然後非常適合 搭配外面的那個 補絲很鬆軟 好吃耶 它美乃滋的感覺 沒有吐到膜 就薄薄的意思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 一咬下去 然後翻嘴都是油的感覺 對 而且因為有一點點芥末 所以有點解膩 嗯 會有點痠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完整的把它拿起來 水果三明治 水果三明治 唯一它的缺點就是 你會無法完整拿起來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甜湯 甜湯 甜湯已經非常好吃了 幫你吃 幫你吃 它不會死甜 很像古早味般的HARPS 可是HARPS是一個千層蛋糕 而且它不是這種吐司品 對 可是你吃起來是很香的 很爽口 很爽口 我問你 我找到問題了 人家明明是 怎樣讓你們分開吃的 呵呵呵 你們自己 一次要拿一碟 難怪會爆胎 這是下泡 很好吃 而且它裡面的水果 很出乎意料 通常水果千層蛋糕 裡面可能就是草莓芒果 可是你看到這裡 還有西瓜 幸好有大家計程車 我們直接在一條吃前來 不然這個後面要排隊 它雖然是舊式咖啡廳 所以它位置不算多 而且它不會感人 甚至你兩個人坐 四人坐 它也讓你好好地享受這個 午後的氛圍或早餐氛圍 所以我覺得很Chill 這個長期必來 你剛剛吃完 那上面這裡就算是零飯吧 對 他們兩個這麼大隻 然後剛剛跟我說 我覺得我今天吃不到有多少 我們在長期 它也算是不像東京大阪 那麼多觀光客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覺得沒那麼擁擠 然後真的很乾淨 可能對於觀光客的旅遊品質來說 是非常不錯的 我們要去一個蠻魚飯 這裡多轉 還叫做全屋 還沒有人還沒有人 很棒很棒 因為它11點開 我們真的是天才 它的大門看起來小小的 有個好處就是 它要收各種信用卡 還有各種行動支付 因為第一次來長期 長期的老奶奶 還來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在這裡排隊 她說這裡有泥 然後我想說有泥什麼意思 我剛剛查 是很有名的意思 我以為她也要跟著排隊 結果沒有 她就停下來跟我說有泥 然後就走了 它的烏龍茶甚至是玻璃瓶裝 有沒有 超可愛的 阿咨咪的那個烏龍茶 1860年就開的一間店 所以長期這裡超多 這種百年老店 而且因為現在日幣 匯率很低 所以就算我們點它最貴最貴的 蠻特上定食 台幣1000塊有找 然後我們就點了一個 蠻特上定食跟蠻豆 然後咖啡をかけられてください 好 之前如果有看我們頻道很久的觀眾 一定就知道海綠某是不吃魚的 但我之前帶我爸爸去民谷屋快餐之後 我就發現 鰻魚 不是魚 鰻魚如果烤得夠好吃 我覺得我不可以接受 我們這兩個set的鰻魚 它上來的賣相是不一樣的 我的是浸泡在醬汁裡 所以我會很怕它說 它鰻魚表層烤得這麼脆 會不會被泡爛呢 我看到蠻多好喝 入口即化完全沒有行為 而且我看了一下 他的Google評論 很多人說店老闆是一個阿嬤 他會用真的很 也很像台灣阿嬤的那種方式來關心你 無限續範 我點了這個set 他給這樣一鍋飯 這是平常在台灣 太多了 可能是三人份喔 這鰻魚 其實算有可能0.8到1公分厚 我覺得這個鰻魚有一個 就是100年前的味道 什麼意思 今年每月的經驗 烤得一點點微焦 可是它又不會有那個焦味在裡 對 非常深厚的烤工 搭配好的鰻魚 我不要你那麼正經 我講一個就是外行的品種 因為我兩個都吃了 我覺得如果來的話 我直接吃4400 有差齁 因為我覺得差別在於 我這個吃起來是 有一點點苦味 可是不能接受苦 但是 4400的盤子 吃起來還是比較甜 比較甜 所以其實台幣差200多塊 你就只值上 可以啊 值上 對啊 而且這個好像蠻魚的分量比較多 嗯 多好幾片 他們兩個在搶著付錢 難道我是這種小公主嗎 他們搶得到我付錢 沒人機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昨天從郵輪下船之前 我就跟喬治哥哥他們拉高期待值 我就說我查到了一間 在長崎這邊 聽說連日本人都會慕名而來 來長崎朝聖的茶碗針店 然後這間茶碗針店也是百年歷史 今天禮拜十 禮拜二 茶碗針店禮拜一禮拜二公休 真的嗎 泉屋旁邊剛好就是一整條逛街的這個商店街 走一走好了 好走一走 我們早上吃完三明治 然後再吃完鰻魚飯 休一下再繼續吃 我們差不多三點要回到永倫那 然後是離這裡大概搭建車15分鐘 所以我們等於剩4個小時了 走快一點 等一下你們兩個正同一個磁磚 比賽競斗 等一下你們不要走那麼快 我說開始你們才開始 預備 比賽走得比較快 不能跑起來好像用鏡走的 什麼意思 這是長崎這個商店街要有什麼有什麼 還有麥當勞還有ABC Mart 日本的珍珠品牌TASAKI 欸這個有便宜 這台台灣是缺貨欸 而且八九九零未歲所以等於一千多台幣 瞧這個我跟你講這也是很有名的 水果大福 那應該是裡面有兩顆要480塊日幣的 超市哥哥是超喜歡甜食的 你OK嗎 他好像寫說是色香葡萄 很甜的葡萄 好脆喔 好甜 包著那個葡萄外面有一隻 很像豆沙 對 然後那個沙沙的超級綿密 然後沙原本就帶有一點甜度 然後葡萄也有甜 但是它兩個甜是不一樣的 它的那個豆沙是砂糖甜 可是葡萄是清甜水果甜 所以吃起來你會有兩個不同層次的甜 然後外面的皮不厚 再有一點Q度 很好吃欸 所以其實長期商店街這裡 要什麼有什麼連這個3塊 有點像是日本雜貨這個也有 然後它其實3塊的意思就是 3個100元日幣 所以大概日幣300塊都可以買到裡面的好物 而且這條街藥妝店很多家 如果大家來買衣服 我覺得像日巧是一個很值得投資的 因為日幣費率很低 然後他們材質好白型好 所以衣服可以穿很多 像我之前好幾次有洋裝啊 跟比較有剪裁的那些衣服 然後很多人就會來思春 他們會說是什麼品牌 幾乎都是我在日本買的洋裝的牌子 叫做MURUA 然後它那個洋裝或是衣服 大概都是5000塊到8000塊欸 最貴最貴的1萬多支幣 之前有問我衣服的人 我如果不小心沒有回答到你 我這邊分享給你們 MURUA這個品牌 女生幣 他們要去逛電動了 大家來日本買泡麵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看它那麼便宜 就買一堆回去台灣 就看有沒有含豬肉 小時候 小時候 你直奔二樓 就是為了買這個 小時候如果拿到這個去學校很炫欸 很炫欸 而且我是以前也沒有那麼大的 而且這還1900塊日幣 然後它這裡還可以退稅 應該該買吧 這什麼 7-8月限定價格 原本448000 然後咧 你說你要扛這台嗎 對啊 剛好搭有 台灣是13000 所以我們大概三個半小時 等一下會有40分鐘在研究電器 我怎麼覺得這感覺比較好玩 一人份的自己流水拉麵器 我們來到長期的第四個景點 他們要抽 這是MOLA 喔AirPods Ust 二手的 而且這個鞋子 還有Size支撐 27.5 啊這一抽多少錢 喔一千的 所以你要抽喔 可是你抽到如果是這雙鞋你也抽不下 欸我就順情 因為Dyson 它的頭這邊是會有一個重量 它很輕欸 這個很適合帶出國 出國喔 就不用洗頭 就好啦 幹嘛要帶你 來長期時間有限 但還是要去夾娃娃的丹尼兒大大 沙坑日本夾娃機裡面這些玩偶 它其實都是景品 就是它官方原廠出的 然後這個景品之後 在這個通路這個夾娃娃機用 在外面是買不到的 除非就有人夾到二手賣啦 夾到送我 送我 很鬆欸 它超鬆欸 那你們兩個等一下可以陪我拍這個嗎 等一下 等一下要理我 有機會 欸欸欸 趁他們在專心的時候問一下 啊你們等一下可以陪我拍個大頭照嗎 可以 欸你說可以的喔 不是 啊這一隻叫什麼 你這一隻知道它叫什麼 欸欸欸 有欸欸 欸欸欸 有機會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並不可能 可惜 他有禮物 歐天 乔治哥哥這是你是活生的第一次拍這種的頭髮嗎 沒有 我上一次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嗎 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台灣沒有這樣浮誇的 太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正ret 會被震觸在於 你好 這是美國博士先生 乔治哥 meters 超級黑歷史 他現在直接投手 你花了多少錢 欸 一百塊 我是說你 投投 應該四千多 這個價值四千塊日幣的 Doraemon 我們來快閃長期的時間 是八月初 那我覺得超級超級熱 是要走這邊 不好意思 而且還有一個比較多 Course 好晚真沒吃到 到底是誰帶賽 Google Maps 寫你有開啊 學賓 我剛剛是用什麼樣的意志力 走上那個樓梯 就是我要吃 它的水蜜桃冰 大家看我這個蟲 你看 這一球一球看起來超好吃 這看起來最好吃 水蜜桃 對啊 我們從觀光圖那邊在搭計程車 大概也是十分鐘左右 花了一千億日幣 來到了長期JR站這邊 這裡就是一個購物店 有那個耶 夾娃娃娃 不要在夾娃娃娃娃 很多長期的是比較觀光景點在這附近 包含說什麼日本二十六偉人紀念碑 但是我就比較姑且 因為我就有六個小時時間 所以我會想說 把我要買的東西盡量買好 那我們今天有做喬治哥 終於迎來了我們本趟旅程 它的第一筆開銷 你買了什麼 昨天都會贏 感覺很訂我一個東西 欸 這個 你知道它原價六千日幣 然後咧 然後跟它買來兩千四百 喔 好可以喔 以前的 帶出超人 可是它現在是好像是用平蓋來新吃 好 那除了這個我剛看到還有另一盒 那這是這盒子 我就不講 他們兩個加起來已經超過七十歲了 這就是童年回憶啊 那這個咧 這個為什麼你會買 我就有收這個超合金魂的相關的產品 這個多少錢 退完稅兩萬三 這個又是什麼 買了一個T恤 這個是新品 我覺得還算划算 這個T恤多少錢 這一次六千四 OK OK 它是超重量的 喔 它是厚實的 就直接 然後 好模特兒 這裡就是長崎站裡面 應該算半熟的一條街 對 所以長崎站這邊買聰明多了耶 身體很細分耶 你知道我發現在長崎這邊 超級蛋糕品牌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啦 因為吃起來會有差異 可是萬一沒有大到 你可能還要再搭一個好幾個小時 就買好排隊 所以我覺得就選你方便購買的那一站嘛 應該都是每天 欸我更正我覺得 大家買電器不要在觀光通那邊 就是那裡的長崎赫德的電器 就是不然的位置比較窄 然後很多人 你不如直接來長崎站 這裡一個mall 樓上四樓 一站夠左 我們平安把他飛機 我放在飯店 然後我還會移動到機場 然後機場在拖運 要幹嘛 就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個輪 就會不小心買一個百慕達的微破烤箱 我們要挑戰極限在最後半個小時 再吃一家拉麵 任何一家 就是不查評價的 隨便找一家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還有牡蠣 欸美國應該也很多這種生蠔 我有 可是美國有 可是美國有這麼大顆的嗎 比較少 吃甜的耶 鹹鹹甜甜的 阿會脆 會不會那種軟軟爛爛爛的很噁爛 不會 吃不出來有腥味 所以 你覺得很值得 還可以還可以 100多塊台幣 吃起來比較像烏龍麵 比較像烏龍麵 比較辣麵 就賠35 所以台幣可能200塊 有找 欸我這個冷麵更便宜 100多塊 怎麼樣 它的醬汁底是那個煎魚醬油的醬汁 然後非常清爽很冰涼 然後搭配蘿蔔 真的不錯耶 其實隨便找一家就很好吃 你看喬治哥哥傻眼的表情 我們這六個小時 喬治哥哥只買了一個 烏蓋彈珠頭人 我這個人就是努力賺錢 努力花錢 射手桌 然後喬治哥哥金牛桌 那錢會花在刀口上 通通滿忙六個小時 現在在計程車上面 最後要搭計程車 回到港口了 喬治哥哥還在念念不忘他剛剛吃的 是牡蠣 牡蠣 其實很像我們平常吃火鍋的時候 不會煮蛤蠣 然後蛤蠣它那個口才剛吃 打開的時候 我們馬上把那個肉夾起來 它吃起來像那種工具 剛打開夾起來 很胖 呵呵呵 剛剛丹妮爾大大在幫我搬水波爐 走在路上沒有吃到 所以我們這一次我來細處一下 我們來長期 我們第一餐吃了富士南 那個三明治 再來我們還吃了鰻魚飯 就是也是百年老店必吃 然後第三個我們吃了大福 我覺得在國際通那邊它燒貴 可是就常先吃一口 或是跟家裡share一起吃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第四個我們就去逛街了 第四個是冰店 路空 對 那間冰店看起來超棒 如果大家有來長期玩 拜託吃吃看 然後留言跟我講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再來我們去逛街 我們還逛了堂西喝等了 然後看了一些電器 我們再來shopping mall 然後丹妮爾大大還供了beams 然後我還看了uniclo 還看了GU 然後我們最後還去那個 長期站上面四樓的電器行 買了白木打的微波烤箱 然後最後我跟喬治哥哥還衝下來吃了一個 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店名的拉麵 我們覺得水準之下 就是日本好吃的美食就這樣 而且很便宜 吃夾娃娃 這麼快點 那我們站在那邊耗太久時間 我也覺得我們試試 剛剛還可以再多吃一個東西 等等 這過你杯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對這沒有浪費到時間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系列 六個小時快閃長期 大概可以照著我們的攻略這樣玩 有個一群也比較有概念 那我還會再拍一集 六個小時快閃記九島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喜歡的話 拜託幫我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了 我會是喬治哥哥 然後跟妳的家家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長期蛋糕 它那一盒是900塊日幣 裡面有五個獨立包裝的長期蛋糕 很經典的賣相 聞起來超香 很好吃 會死甜嗎 不會 聞起來超甜 但其實咬下去 你看它這個 中間是很有空洞 然後是咬起來 是鬆軟的 然後有空氣感 然後韋韻很香 我覺得不會弄起來 大概半糖而已喔 比我想像的還要不甜 你拍一下 甜點控 我覺得好吃 可是我同事跟我講說 它有很多層次不同的甜味 然後對我而言 我覺得它其實整體就是 公平蛋糕 然後最後你會咬到脆脆 是因為它的蛋糕底下有砂糖 沒錯 所以我就覺得是蜂蜜蛋糕加砂糖 可是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可是我不覺得有到 神奇到說 我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吃到這個東西 我只能說 喬治真的很嚴格 我覺得很好吃耶 所以它這樣 就是拿回去配茶 然後下午茶一個小點 不錯